一群好伙伴 勇敢的龙旗团 穿梭远古和未来 通过了考验 不管路多远 你始终在身边 我们并肩冲向前 突破封锁线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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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伙伴 把心跳加速到极限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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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旗团 胜利是我们的宣言 啦啦啦啦啦啦 龙旗团 一群快乐的好伙伴 青春的能量 把油箱加满 全力冲向梦的终点 啦啦啦啦啦啦 龙旗团 一群勇敢的好伙伴 有一道力量 让我们向前 梦的终点 鲜花不满 梦的终点 鲜花不满 生命之花突袭 蓝猫龙旗团 激活元素体 自剑程序完成 温度符合标准 风力符合标准 各级数据正常 能量接收器 运转正常 能量接收器 运转正常 启动能量吸收器 开始吸收能量 启动人龙分离程序 成功了 这一关算过了 但要成为第六手镯 并激活第六手镯的三个元素体 就必须让笑天释放生命能量 待会我将激活元素体的炼炉 而蓝猫在收取元素体的时候 还必须通过烈焰的煎熬 放心吧 啦啦博士 我和笑天都做好了准备 笑天 别闹情绪了 我不会有事的 我想你保证 我们只是短暂的分开 很快我们就会拥有第六龙旗了 我们可以一起并肩作战 别想的那么简单 激活第六手镯的元素体 需要释放笑天的生命能量 如果元素体激活不成功 你们不但成为不了第六手镯 笑天还会变成一堆废体 我们有信心 一定能成功 对吧 笑天 蓝猫 八斗的肋精 安抚蜘蛛作用一旦失效 魔化森林如果再度异化 升起第六手镯的环境 就无法形成了 明白 元素体激活开始 炼龙形成了 小天 释放你的能量注入炼炉 蓝猫 准备收取第一个元素体 是 炼龙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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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 我没事 我们接着来 炼龙形成了 小天 娜娜 我没事 我来稳定炼炉 蓝猫 要是你拿回了公主的生命之户 该多好 什么事都解决了 都是你一时心軟 非要自讨苦吃 现在好了 小天罢工了 那么的娜娜都有危险 我还顶得住 但是如果在得到三个元素体之前 炼炉停止运转 手镯就会碎裂 笑天也就被毁了 飞飞 别再埋怨蓝猫了 快就把笑天找回来 要不是看在拉拉的份上 我才不管你呢 笑天 笑天 你在哪 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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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不忍心看我收取元素体的时候 受到烈火的炙烤 不过你看 我真的没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没事 真的没事 笑天 你别这样 小天 我求你了 你别这样 小天 蓝猫 你不行 还是得看我的 小天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拉拉博士 宁洁奥斯玛最高科技制造的防护服 你要穿上它 就是温度再高的火焰 都不怕了 就是温度再高的火焰都不怕了 这么好的东西你早该拿出来了 小天 有了它 这下你就不用担心了吧 小天 你就放120个星吧 对呀 不信 你可以喷火烧烧我试试 哎 哎 啊 啊 蓝猫 不能是 这防护服是假的 一是就穿帮了 那 那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 飞飞 你可得帮我 要是小天知道我们骗她 更不会愿意帮我们完成元素铁的激活了 哦 有了 我有办法了 蓝猫 让小天 开始吧 小天 来吧 闪电吧 快如闪电 用它来帮蓝猫挡下火球 小天一定发现不了 小天 小天 这就是穿了防护服和没穿防护服的 和没穿防护服的区别 是啊 蓝猫 准备收取第二个元素体 是 小天 我穿着防护服 没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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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 啊 快快找回小天 我尽力维持炼炉 快啊 蓝猫 要是拉拉出了什么事 我拿你试问 不小心 隐ì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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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 socialism 小天 快给我回去 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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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林凤 你怎么回事 别怕 冲啊 小天 你停下 快停下 小天 小天 只剩最后一个元素铁了 跟我回去吧 我们一起去激活它 我的妈呀 小天 刚刚纯属意外 这次只要让蓝猫 把三件防护服一起穿上 别说一点小小的火焰了 就算把它丢到太阳的中心也没啥 菲菲 我们绝不能再欺骗小天了 小天 我知道 小天 是我把生命之花还给公主 造成了我们必须完成艰难的任务 升级第六手镯 但我感觉到 你当时也下了同样的决定 因为我们的心事相连的 从你选择我的那一刻起 一路走来 我们 闯过了一道道的难关 困难时 能坦然面对 欢乐的时候 我们 我们能够开怀大笑 因为 有我的龙旗伙伴 和我一起同甘共苦 更有孝天你 无怨无悔地陪伴着我 但是今天 淘气 咖喱还有巴豆 为了挽救能量之树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娜娜为了让我们能成功升级第六龙旗 正在苦苦支撑 菲菲也为此吃了不少的苦头 而你呢 孝天 你在干什么呢 你退缩了 不要解释 不管你为了什么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退缩都是懦弱的表现 你对我好 你为我担忧 我理解 但我们龙旗团光荣的使命 是我不得不勇往直前呢 我走了 你好好想想 没想到狼狗还这么能申请 狼狗注意 第三个元素体就要提炼出来了 是 蓝猫 快 你必须站在元素体的中心 才能收取元素体 小天 别哭 你必须鼓励 你必须鼓励 贝贝 我 我可不是为了帮你 我是不想再让阿拉伯师受苦了 好兄弟 你必须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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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第六手镯的三个元素体 收集成功了 升级还击形成了 蓝猫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好嘞 我不是说过吗 完成不了对生命之术的异化就别出来 老板 现在用再多的营养液 也无法催化了 飞飞为了保护蓝猫 升级第六手拙 顽强地与库克搏斗 飞飞能成功打败 强大的黑龙旗吗 请看下集 Yankee Doodle went to town riding on a pony stuck a feather in his hat and called it macaroni Yankee Doodle keep it up Yankee Doodle dandy mind the music and the step and with the girls be candy father and I went down to camp along with Captain Gooding and there we saw the men and boys as thick as tasty pudding Yankee Doodle keep it up Yankee Doodle dandy mind the music and the step and with the girls be candy and there was Captain Washington and gentlefolks about him they say he's grown so tarnal proud and if I think we have